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亲情的 欢迎搭乘张曼娟的幸福号列车 列车长张曼娟和您一同分享幸福的时刻 在这样的一个疫情发生的情况之下呢 有什么东西就会让我们觉得活着的每一天都很美好呢 我想真的就是爱 你所搭乘的是第二个小时的幸福号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我们来听到的是陈晓东所演唱的爱一天多一天 想问你的话在唇边 默默被搁浅 爱到忘了昨天 到忘了明天 无期限 注定了生活 就是为你绕圈圈 就让我这样的爱一天 让我再多一天 可以陪你一起送点 就这样你情我愿 再多一天 可以陪你一起相遇 就算是时刻刻云雪 总能不顾云雪 只要你在身边 爱一天多一天 书过落叶 书过落叶 转眼春天 季节总在变 我问你的花在天边 轻轻被敷衍 爱到忘了昨天 到忘了明天 无期限 我只要今天 我要的生活 就是为你绕圈圈 就让我这样吧 让我再多一天 可以陪你一起作点 就算是一厢情愿 再多一天 可以陪你一起相遇 好的 我们听到了这首歌呢 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听起来 还蛮正面的 因为其实如果没有爱的话 你不管有多少天 好像活着也都没什么意思 那最近呢 我自己跟我们 张曼娟小学堂的伙伴们 伙伴老师们 是一起 有在网路上面 在YouTube频道 有做一个 我觉得应该希望 可以对很多的家长 跟孩子们都有帮助 就是张曼娟小学堂的 公益课程 叫做小学堂下午茶 即将正式展开了 那夏呢 就是夏天的夏 午呢 就是中午的午啊 夏天午后的 希望像下午茶一样啊 可以让孩子们 以一种很愉悦的心情啊 一起来看 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课程 那我们总共规划了 有24堂课 是从下个礼拜一开始 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六 下午三点钟到三点半钟啊 那除了小学堂的老师们 大家以接力的方式呢 另外呢 还有一些非常好杰出的作家 像上一个小时的张卫中 还有孙子平等等 那大家都会一起啊 在这个课程里面呢 跟小朋友们分享一些 像直阅读啊 写作啦 讲故事啦 这一类的事情 那为什么想要做 这样的一件事呢 原因很简单 就是我发现呢 很多的家长已经 已经崩溃了 不是濒临崩溃 是已经崩溃了 因为 真的以前很少有机会 会这样朝夕相处 跟孩子黏在一起的机会 真的很少 那父母亲呢 都会把孩子安排 生活安排得满满的 不是送到这个班 就是那个班 除了上课啊 补习班啊 安亲班啊 再来就是去 阿公阿嬷家啊 等等之类的 那父母亲呢 虽然是父母亲 但是有很多时间 是不必跟孩子相处的 所以孩子的学习状况啊 孩子的生活习性啊 孩子的很多想法啦 其实都有其他的人 帮忙分担 那这一下呢 因为防疫的关系啊 所以停课了 那不只是停课咯 停课了还好 我觉得让父母亲 觉得更得雅工的部分 不是学校停课而已 而是补习班 安亲班 全部都停课了 我觉得这才是 父母亲觉得 最没有办法忍受的部分啊 那我们小学堂 本来在七月份的时候 应该会展开 为期四个礼拜的夏令营 每一年呢 从大概四五月开始吧 夏令营的报名电话 就没有停过 那我们每一年的夏令营呢 差不多都是额满的状况 还有很多人在排候补 那今年呢 因为防疫的关系 所以呢 就好像是在六月吧 就已经宣布 就是夏令营的活动 全部都要暂停 那所以我们就跟家长联络 说夏令营的活动 要暂停了 我们要退费了 一般来讲 不是家长就说 哦好 赶快把钱退给我吗 但是我们这一次 在退费的过程中 我们竟然受到了 很多的抗拒 这个家长抗拒退费 是一个什么思维呢 家长就会说 再等等 说不定疫情就没了 要不然就说 你们不要退费啊 你们还是可以 用别的方式上课啊 反正就是不要退费就对了 还有家长更好笑 他说我不想 我们一直追他 追了好久 终于追到他 他说你 你知道我真的很不想 接你们的电话吗 因为接了你们电话 就要退费了 就表示夏令 你真的不能办 就是家长无法接受 无法面对现实就对了 所以光是退费 这件事情 看起来很简单吧 我们其实就折腾了 好几个礼拜 那我就在想 如果家长真的是 希望孩子在暑假里面 还有一些事情可以做 或者是有一些课 可以上的话 那既然我们已经 完成了退费 而且我们的夏令营呢 也确实没有办法办理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 同样的也是在线上 帮孩子开课 但是是采取一种 绝不打折 绝不收费的方式来办理呢 于是就产生了 这样的一个 小学堂的公益的课程 那我就会跟 另外的几位老师 就是我们小学堂的老师 大家轮流推出一些课程 那这些课程呢 我们希望的就是 每一次的课程 有一个主题 而这个主题 可能都跟孩子们的生活有关 同时它也会跟经典有关 那有时候也会谈到一些 写作的技巧等等之类的 因为想要让大家 大概了解一下 我们的课程的状况 所以呢 我已经 我们已经在 已经开好的一个频道 就是一个YouTube的频道 叫做小学堂下午茶 我刚说了 夏天的夏 中午的午 下午茶 这样子的一个频道里面呢 已经放上了两堂的前导课程 这两堂的前导课程呢 都是我个人自己啊 之前是在春天的尾声的时候 我们不是开始上线上课程吗 那就是我在上线上课程的内容 然后我们把它稍微剪接了以后呢 大概把时间压缩在30分钟以内 因为我们都认为说 哪怕是一个再会说故事的老师 哪怕是他授课的内容 再精彩 再有趣 但是对孩子来讲 超过半个小时以上 其实他已经很难 专注在讲者的身上了 所以我们就尽量 不要去挑战孩子的极限啊 那我们都是把这个课程修剪 在30分钟以内的一个课程 那我们把它分成两大类 一类呢 是属于国小组的 大概差不多从三年级以上 和三四五年级都很适合 那另外一类呢 就比较有点进入青少年级的组别 就是所谓的六七八 甚至一到九年级的课程 大概我们的建议 就是这两种不同的课程 昨天的时候 我已经放出了第一堂的前导课 那我们的建议年龄呢 就是从小学三四五年级以上 我们跟孩子们谈的是 王维以及他的一首 可能不是那么有名 但是非常有趣 故事性很强的诗 叫做《席夫人》 席就是修席的席 席夫人呢 其实是历史上面 很有名的一个女性啊 那她的故事也是非常的精彩 而王维写的这个 《席夫人》这首诗 她为什么要写这首诗 其实也有一个 非常动人的故事啊 那很多家长看了以后 就非常喜欢 然后他们就说 其实不是小孩子 喜欢听 我们也很喜欢听 那我不是说是 三四五年级吗 那有些大人也很可爱 就留言给我说 麦娟老师 我正好是五年级后半端 后半端的学生 所以我也很适合这样子 今天呢 我们就放出了苏氏 那我们想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苏氏如何超脱 她生命里的苦难 那这个建议的年龄呢 是六七八以上的年龄 那结果也是很多大人说 他们很喜欢苏氏 很喜欢听我讲 苏氏关于超脱这件事情 尤其是在这个时候 因为其实在这个时候 就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候 很很 可能对很多人来讲 会觉得是一个很悲观 很绝望的时刻 尤其是之前呢 大家都本来很期望说 我们是不是三级警戒 两个礼拜 四个礼拜就可以结束了 我记得我那时候 就跟身边的朋友 会是工作伙伴说 我觉得应该不可能 这么快就结束的 因为为什么会这样子讲 也不是说什么 我会看什么天象 什么不是啊 就是你去看别人嘛 你去看其他的国家 其实台湾算很幸运的 因为我们有好多好多的 前车之鉴 台湾算是最晚才进入 这个疫情的笼罩 那其他的那些国家 他们比我们早一年多 就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 非常艰难的状态 他们经历过的事情 凭什么我们都不会经历呢 对不对 他们经历过的事情 一定就是我们 即将要经历过的事嘛 所以我之前有在 广播里面 谈过 就是我一个在美国的朋友 他传了一个讯息给我 那他一开始就跟我说 要有耐心 有耐心 很有趣 他说对抗疫情 其实最重要的是 就是有耐心 有耐心 有耐心 他说我们在美国都封了 整个封掉 差不多封了半年以上的时间 然后后来才慢慢逐步开启 开启之后又陆陆续续的会封 所以整个就是会进入一个封 然后开 然后封 然后开这样的状态 他说台湾现在才封 那时候我们才封了 大概两三个礼拜吧 他说大家就已经 好像心服气躁了 他说这样子是不行的 必须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要告诉自己和身边的人说 就是要有耐心 那如果有可能的话 有疫苗的接种 那就是去接种 想办法让台湾 整个免疫力起来 然后才有可能 可以跟这个疫情 可以跟他并存 你说要完全消灭 好像现在世界各地 也没有哪个地方消灭他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 我们特别应该去了解一下 人类如何从苦难之中 能够自我超脱 所以我们就跟大家聊 苏世 然后聊苏世的念奴交 赤壁怀骨 这是我们的前导课的第二课 而从下个礼拜一开始呢 那如果您跟您的孩子 想要来听这些课程的话 这些公益的课程 那么您就可以来订阅 并且按下小铃铛 我们的YouTube频道呢 叫做小学堂下午茶 夏天的夏 中午的午 下午茶 同时您也可以去脸书 您能够按赞 或者是追踪 我们的张曼娟小学堂 官方粉丝团 那么同样也是可以得到 这个课程的信息 希望在这个时候 我们愿意分享一些 善的能量 能够分享一些 跟陪伴孩子们 共度的时光 也希望呢 家长跟孩子们 都可以在期间 感到愉快 并且也可以感到一些收获 好 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 这首歌 是周杰伦所演唱的 甜甜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加一颗奶酋 我搅拌害羞 将甜度调靠 后才牵手 你的爱太多 想随身带走 向你的身后 就吃上一口 我温热着 每个哭的感受 却又担心 叫我乐要求 我唱着你 怀里面的奶油 溜 溜 溜 听过的每句话 都很可口 哟 哟 哟 那些多余的花 脸全被点过 你的眼中只有我 我轻轻地唱一口 你说的爱我 还在会为你给过的温柔 今天呢 在第二个小时的幸福号列车 来到我们列车上面连线的这位呢 就是康建杂志的主编林慧淳 哈喽 慧淳 曼娟老师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 我们这一期的康建杂志的封面的标题 吓得有点凶 可以这样讲吗 是 叫做糖毒 糖毒味 解开糖的甜蜜陷阱 讲到这件事情 我要先对康建杂志表达感谢之意 其实哈 在几年前 我也是一个还蛮喜欢吃甜食的人 虽然不是很爱吃糖 但是我喜欢吃甜食 有一点点就是不甜不欢的味道 但是我后来认真读了康建杂志 其实我们康建从好几年前 就开始在关心糖这个东西 对于人的身体 甚至于情绪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你知道我真的现在是已经可以做到 几乎完全不要吃甜食 我的周围的朋友都觉得很惊讶 说你怎么做得到的 我说我就是靠着不断的自我催眠 然后每次想要吃 我就会想到康建杂志的报道 然后我就可以压抑住 我想要吃甜食的欲望 乃至于到现在 我就变成一个完全无糖人 我可以做到无糖 所以刚开始这个恐怖诉求还是有用 有用非常有用 所以我说你们这个标题下得更重 因为其实我们觉得 其实确实我们在很多年前 就已经陆续在讨论这个问题 那其实国内也有不少的人在提这件事情 但是糖的摄取量还是很高啊 没有改变对不对 几乎有点困难 虽然说那个含糖饮料啊 现在其实国家会规定嘛 说需要标示这个糖的量 就是你里面到底有多少糖 或者是说你的热量也要标示 但是啊 其实我们看那个 像今年初就开始了嘛 就这样政策 然后我们陆续 也就过了半年 我们也去看一些这个 这个产党饮料店 就是首摇饮店 反正大家都标的超小 标的超小 最好不要看到这样子 就是我符合法规规定 但是我标超小 就是就也不太好找 然后那个民众就是几乎啦 我直接在那边观察 大家其实也不太会去特别注意这件事 就觉得有点可惜 那可能这个政策可能还有一点 可能还有一点不到位的地方 就觉得哎呀有点可惜 本来想说趁这个机会 大家应该可以多关注这个 喝这个糖的议题 结果好像效果还不知道 好像有点普通 距离我们的预定的目标 还是蛮差蛮多的 对不对 所以这次就来下一个凶一点的题目 想说那个 很好 想说那个 大家一直叫你 不要吃糖不要吃糖 大家一直叫乌肝 好 那我们就告诉大家 其实糖是毒 那我们是从这个糖进入身体之后的一些基转 来看说为什么它跟毒可以拉上关系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嗯 吃糖跟吃毒 感觉差很多吧 你看糖 太夸张了 每天吃 对每天吃每天吃 你也不会就是怎么样 也不会中毒是不是 对对对 不会死嘛 对不对 那但是毒品这种东西听起来就很恐怖啊 它会让你就是那个面黄肌瘦啊 那种 但糖 它其实是反过来 它会让你胖 对 毒是让你很瘦 对 那这是反过来 但是其他的 它的在脑子里面的作用 它对于大脑的作用 其实 诶 其实国外有很多研究 它跟毒还真的像 很像 对不对 你们这段文案写得很好 我念一下 它让你快乐 它让你上瘾 它伤害你的身体 你的心智 它是糖 糖是毒 吃糖就像吸毒 让你短暂愉悦 越吃越多 若得不到就沮丧 忧郁 吃糖也让人胖 让人病 还瓦解人体免疫系统 伤害全身器官 最新公布的国人 十大死因 就有七项和糖 脱不了关系 所以你看看 这多严重啊 很恐怖 那就看有没有吓到大家 就是 当然原意并不是要吓大家 就还是希望大家可以 这个少吃一点 但是其实 也像曼娟老师刚提到说 刚开始 你听到了这些重点 这些关键质 对你身体有害的事情之后 因为它对于身体 真的全身都会有影响 那maybe有一个点 get到你 比如说 比如说 对于年轻 就是对于 家里有学龄儿童 这个族群 那我们要get到他的那个点 就跟 对于一般的人不一样 那吃糖 对于他们会有这样的影响 长不高 真的哦 真的 这个很严重 而且这个是国内也有研究的 他们好像是研究国中生吧 就是 国一的时候啊 就是去量 他们因为入学都会有那个身高体重 去量 然后 有些人是 平常就会 习惯性会一直有喝 这个含糖饮料的 的这群的 跟一群是不喝含糖饮料的人 然后他们好像 后来研究了 不知道研究了 他们可能毕业 到他们毕业吧 然后结果发现 这两群人的身高有差 就是真的就是 喝 习惯喝含糖饮料的这群人 他们的身高 平均来讲都比较矮 这是国内的研究 就觉得还蛮有趣的 那因为其实有时候国外研究 你可能会觉得 那可能白种人啊 跟我们不一样啊 对 跟我们可能有点远 那他们喝的东西 可能跟我们不一样 吃的类别 可能他们的稀释啊 什么饮食习惯不一样 那这个可是台湾的研究 所以说 那对于一般女生来讲呢 你叫她不要吃糖 不要吃甜食 可能有点困难 但是你要告诉她 她会让你变老 然后皮肤会皱皱 很严重 这个很严重 对皮肤会皱皱 然后因为糖 进入身体里面 会有一些糖化反应 就是它会让你这个皮肤 失去保水力 然后就容易看起来就是 胶原蛋白就失去了 就变老变臭 那这一点就会get到它 所以其实在我们这个 43页的糖毒 危害全身健康的理念 其实它就有影响非常多 包括血管啊 神经以及九大器官 这个九大器官还是 我们特别去抓出来 其实它影响 对于全身性的影响更多 只是说这些是比较明确 有国外的研究 证实的一些结果 那心血管疾病啦 肾脏病啦 然后还有男生 为什么不要吃糖 因为它会让你不吃糖 影响生殖力 对不对 每个听起来都很吓人 对对应到不同的族群 其实糖都会有一些 不好的作用 那如果我们 可以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机会 告诉大家说 你自己关心的重点在哪 你就会发现 我老了以后不想失智 它对于大脑会有影响 它跟失智有影响 那我就知道 我现在开始减少吃糖 那可能会避免 我老了之后容易失智 就是每个人关心的点不一样 就希望 大家可以仔细地看 对没错 你就会都会在这些里面 找到自己所在意的事情 讲到小朋友吃糖 就除了长不高 容易肥胖 有蛀牙之外 还有一个我亲身经历的 就是小朋友如果吃糖吃得很凶 通常他的专注力都比较不足 很容易有过动的状况 所以有些那种特别专注力不足的孩子 那家长都会特别跟我们说 绝对不要让他吃糖 那我们也发现有些孩子带着那个手摇杯进来 喝一杯还可以控制 喝到第二杯 他就整个抓狂 我们就曾经这样子追过 那个在小学堂里 一直没有办法停下来的孩子 说你怎么了 他说老师我也不想这样 可是我没办法 我忍不住 我忍不住 他自己很痛苦 可是他没有办法停下来 这都是糖所带来的害处 这 计划跟不上变化 天蓝后的羔羊 暂时人间蒸发 嘿 谁还在演路人家 没看到全世界已经开到炸 我的场子你最好听话 却没有感觉保证是独立家 懂这有什么好尴尬 不许你不想要疯一下 你的闷扫闷到快爆炸 不用怕我陪你当个嗨咖 嗨到快融化 汗水是快乐的火花 你最怕去问要爆炸 爱到快融化 千万别口水多过茶 太多花 赶杯当惩罚 嗨啊 我嘶吼敲到沙哑 你一举双手包打 跳到头发分叉 鼓掌为你撒滑 曲致温柔优雅 在这里统统风向 翩翩风度潇洒 暂时踩在脚上 嘿 谁还在掩路人家 每天都全世界已经海到渣 我的上次你最好进化 这没有感觉保证是独立家 这有什么好尴尬 不许你不想要疯一下 你的门槽门到快融化 第一个小时的幸福哈列车 我是列车长 我们今天邀请你带来的是 康健杂志的主编林慧淳 那慧淳他们这一次的康健杂志 就是我的说法就是 我这一次下的题目很凶 为什么说很凶呢 因为这一次竟然以糖毒 这两个斗大的字作为封面的故事 糖是最好的东西 怎么会是毒呢 可是实际上呢 我们现在已经有太多的医学的报导 已经证实糖对身体的毒害 其实就会跟像酒精或毒品差不多 那刚才呢我们也跟慧淳聊到 就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我在小学堂里面会看到有一些孩子 他真的不能吃糖 可是你给他吃糖之后 他就完全蜕变成一个很可怕的小怪兽 父母亲都拿他没办法 这都是糖所带给我们的一些影响 但是很多人都说 台湾其实我觉得 应该说是最有市场性的一个产业 应该就是手摇杯 那台湾的很多 台湾的手摇杯也去到了世界各地的很多地方 当然不能说它是台湾之光到这个程度 可是也差不多类似这样的意思 可是其实这些手摇杯的糖分 含糖量其实都很高 那之前呢慧淳说 其实政府也有要求业者 要把含糖量要把它记载下来 要标示清楚 那他们也都做了 可是问题是太小 所以一些也看不到 大家也不会去注意它 那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事情是 实际上在台湾呢 从北到南都存在着很大量的蚂蚁族 大家每一天都要喝手摇杯都要喝很甜的 而且根据抗建杂具的记载 既然去中南部呢 既然比北部的人还更爱甜 是不是这样子 是啊 我们这一次把这个 用经济部的资料 他们有这个全台湾的手摇影 那是包括冰果店跟冷热饮店 所有的这个加速 还有他们的销售的状况 把它拉出来看 然后丢到地图里面去看 结果发现 确实跟大家想象的有点像 就是南部人的口味真的比较甜 对啊 其实我们平常吃东西 不要说是喝饮料 像说去南部吃一些东西 就会发现说 哇 比如说台南的料理 真的好甜喔 或者说嘉义的料理 真的好甜 对啊 对 饮食习惯真的有差 是 那我们这次看到的是 其实我们是 其实我们拉了三年的资料 那我们就是呈现一年 就是去年的状况 去年的状况呢 最多加速的 就是最多这样子的 饮料店的加速在高雄 光是高雄市就有3356家 哇 然后呢 一年就卖了81.6亿 对 81.69亿元的这样子的 饮料 好恐怖 对 好可怕 真的耶 对 然后 其实 这个刚刚的81.69亿 还不是最高的 最高 卖最高的 营业额最好的是 大家其实 有点想不到 是台中耶 台中要 到了94.78亿 哇塞快要100亿了 你知道吗 大家不是都说 我们的那个珍奶的发源地 就是台中吗 说的也是 对 所以台中这边是 特别忠心于他们自己 所产出来的这个 产品 也是 2800多家 就到94亿元 哇塞 真的 高雄有3300多家 台中是2800多家 所以其实 高雄是比台中还多出将近500家 是 可是 我觉得也还蛮可以想象 因为南部比较热嘛 对啦 这种店可能蛮多的 但台中真的 那个整体的消费量非常大 但是如果以人均来算 哦 人均 每个人 因为我们可能跟人口数有关 用人均来算 人均喝最多的 就是 最多钱 花最多钱的 其实是台南市 果然爱钱 台南市人 对 一年大概要花快4000块 每个人 平均一人 对 差不多快4000块在这上面 对 那这个数字 其实 其实还不包括 我们在超商 喝的这些 含糖饮料 没错 其实我们超商 平常喝的这些 嗯 不管是什么饮料 各式各样的这种甜饮 其实都还不算在里面 哇塞 那种量大家喝的 实在是有够凶 真的很可怕欸 就是我们 会不会人家说我们台湾 有很多蚂蚁人 就是这样子 是 像我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这一代人 我们这一代人 当然就是五年级生 这还好了 好六年级生 好像也还好 七八年级以后 甚至于九年级生 他们是真的把手摇杯 当日常饮料来喝 所以一天大概至少都要两杯以上 喝个不停欸 真的是这样子欸 就不知不觉 希望大家可以喝五糖的咯 嗯 可是他们已经习惯了 我觉得习惯了就很难 像我不是说我以前很爱甜吗 所以我就不会特别觉得什么东西很甜 自从我不太吃甜食以后 我有时候连吃肉松 我都会觉得这个肉松 怎么怎么甜啊 嗯 你就会突然很奇怪 你的 你的那个 怎么讲 就是舌头的味觉好像忽然变得很灵敏欸 是 可是如果一直都吃很甜的话 我就觉得根本就算是吃到甜的 都还觉得不够甜吧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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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越吃越甜也是 呃 就是糖影响大脑的一个重点 原来是这样子 没错 你就会越吃越甜 越吃越想吃越多 对 才能够满足你 所以这个就有点上瘾的感觉 没错 而且我以前有读过一本书 就是有一个太太她在美国 然后帮老公跟女儿戒除那个糖 然后她也是说她们吃糖就是很sugar high 但是不给她们吃 她们就很暴躁易怒 对对 这就是戒断的症状 诶 又跟那个毒品有点像咯 真的啊 对不对 就会暴躁 忧郁 或者是有的人会觉得恶心 这些都是 嗯 真的是就是国际上研究 这个糖戒断的时候 会有这样一个症状 那当然每个人戒断的时间长短不太一样 但是确实是有这样子的症状 是 但是如果长期以来都一直不停的在吃糖 你觉得她突然戒 当然就是很痛苦 我们刚刚说的 就跟戒毒一样 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呢 所以才开始出现了这个 所谓的周二减糖日 就在礼拜二这一天 不要吃糖 其他日子就没关系 但这一天你可不可以特别警觉一下 就是尽量不要吃糖 应该说从周二开始 是从周二开始 不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您现在是一个蚂蚁人 每天都要喝 然后觉得 我没有一天不行的话 我拜托你可以一天 一个礼星期 先从一天开始决定 你决定 那我们是建议周二 可能是一个不错的 开始的日子 那从周二 你每周一天 这一天呢 如果你是一个蚂蚁人 初期的话 不要求你做无糖 因为你一定会很痛苦 减糖吧 先减糖 如果是喝含糖饮料的 那就用低糖或微糖 对 那如果你是吃面包的 其实我们里面有提到 像台式的面包 其实就是里面的含糖量 其实很高 而且含油 含油量应该也很高 对 所以好好吃喔 大家都习惯了这样子的口味嘛 那你就尽量避免这样子的面包 或者是蛋糕 这种甜点的 那你可能换成一些欧式的面包 杂粮的面包 它一样是能够让你有饱足感 而且一样是很有嚼劲 它是面包 但是它里面的糖 至少 至少会少一半 至少 至少 因为这个台式的那个range太大了 有的它里面的糖 跟油 那个我们去做调查 它这个糖 它可以到10到20% 但是它这个趴 它这个趴数是用那个面粉 因为做烘焙的人 他们是用面粉当100 其他东西的量 是用面粉当100去比例 等于说你100克的面粉 你需要10到20克的糖 在里面 油也是喔 表示说你这整颗里面 其实这个糖跟油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我听完之后 我就在思考 我是不是应该开始借面包了 因为我还蛮爱吃台式的面包欸 我觉得就是频率啦 频率 对对对 频率可以稍微下降一下 对不对 然后找着一个喜欢吃的去吃这样 偶尔去一下 不要把它变成习惯 不要吃早餐 不要随习 把它当做一个主食啊 我觉得当主食这件事情 它又会排挤到我们吃其他的 营养的青菜啦 或是营养的其他的菜肴 肉啊之类 它会排挤到 因为你肚子就饱了嘛 对 但是结果吃下去都是糖跟油 没错 而且都是精致的东西 嗯 对 好 下一个阶段呢 我想要来请问一下 慧淳啊 就是有些人会说 那我们不吃糖 我们吃代糖 没有关系吧 其实在好多年前 大概二三十年前吧 我在国外旅行的时候 就常常发现 他们不供应糖包 但他们供应代糖 又或者有人说 那我们可以吃黑糖 黑糖比较健康 哦蜂蜜蜂蜜很养生 对不对 那到底这些事情 我们要怎么样去思考 怎么样去拿捏呢 我们待会再继续来请教一下 慧淳 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 这是曹格所演唱的 《我的甜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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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得甜蜜蜜》 《跟甜蜜蜜》 《甜蜜蜜》 《甜蜜蜜》 在哪里 在哪里见过你 每当我唱起这首歌 她的表情会变得有点乖乖 可是我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她孤立不在 难得要落途地说一声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Would you just give me a try 然后我就成奇 天秘密 你笑的天秘密 在哪里 在哪里见过你 名字搭乘 这是第二个小时的 幸福哈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我们今天连线的是 《康剑》杂志的主编林慧淳 因为《康剑》杂志 这一集的封面故事 是非常醒目 而且令人感觉有一点惊悚 两个陡大的字 写着糖毒 糖就是毒 这个真的不是唯言耸听 其实我们刚已经听到 慧淳主编跟我们分析了很多 糖可能会带来的一些 毒害人的身体跟心灵的状态 那我们当然就觉得说 哇 既然糖这么严重 那我们就不要吃糖了 可是虽然心里觉得不该吃糖 可是嘴巴还是想要一点甜甜的 那所以就开始有一些替代方案 比方说我发现很多年前 可能三十几年前吧 外国人就常常吃代糖 就是说他们这个不是糖 这个是代糖 慧淳 代糖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代糖就是一种 算是浓缩或是萃取 或是合成 就是如果它是天然来源 当然就是浓缩萃取嘛 如果是人工的话 就是合成的一个甜味剂 它有甜的味道 但是它的 有些它的几乎是没有热量 所以它比较不会 就是进去造成一些 这个身体的负担 就是理论上是这样 然后如果是人工代糖的话 一般来说啦 它的甜度是非常高的 所以你只要用一点点 它就可以达到相同类似的甜度 那但是啊 过去在国外 其实这样子的使用 也陆续有一些研究 就是说这些人工合成的代糖 有一些可能对身体 没有这么好 这样那当然影响各种 各种影响嘛 可能不太一样这样 所以有一阵子 大家又开始觉得 哎呀人工代糖很不好 最好不要用 我有听过 对 没错没错 确实国外 过去是有很多相关的研究嘛 是 然后后来就开始 大家会出现的 天然来源的代糖 就像是一些海藻糖啦 或者是大家有听到的 听过的赤藻糖醇 或者是 像我们会放在那个 那个口香糖里面的这种 也叫做什么 Celliton 对就是 也是一种糖醇类的东西 然后再来就是甜菊叶 这种来自于天然来源的 基本上它比较没有这种 人工合成的这种 对健康的疑虑 对 但是有些 天然来源的这个代糖 它还是会造成一些血糖的波动 哦 对 所以它其实也是 有一点糖的效果 不过说起来啦 一般来说 如果是针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 因为它对血糖波动比较敏感 所以用代糖来取代糖 那个是OK的 哦 这样子 对 但是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嗯 其实不能把糖 呃 就是 就觉得说我 我用代糖我就没关系 我可以放心的吃 嗯 这是因为 呃 其实国外也有很多研究是说 脑筋 脑子啦 我们的大脑 它是会知道 你吃的是代糖还是糖 哦 所以你 因为它吃这个糖 它是要满足 它是要 嗯 它就是 你你如果真的 给它这些代糖 因为这个是代嘛 对它来讲 不是真的 对 所以其实你的脑子会知道 所以你就算吃了代糖 那你习惯这个 有吃糖的感觉 它 但是它就会觉得 嗯 我没有满足 所以就算吃了代糖 我还是会要去吃真的糖 嗯 所以它这个取代 一般的糖的效果 其实不太好 对你的味蕾来说 其实没有什么用 哦 所以呢 基本上会建议说还是 大家还是那个 健康 就是从你的味蕾 越少越好 味蕾 对对对 让你的味蕾保持一个 呃 不需要吃太多糖的状态 那你的身体就自然会调节到一个 没有没有吃很多糖 你也不会特别想去渴望吃糖 这样是一个比较好 比较健康的状态 但是确实是有糖尿病 有一些疾病需求的人 那你在需要用糖的时候 你可以用代糖去替代 OK 太好了 告诉我们这个讯息很重要 我觉得 可以用可以用 自己也搞不清楚 有没有 好 再来一个就是 像以前大家就说 吃糖不是很好啦 但是 诶 我们去这家吃冰 因为这家卖冰店 他们用的是黑糖 黑糖很养生 黑糖很棒 或者有的人说 你可以放心的吃 这个没有加糖啦 这个用的是蜂蜜 它的甜味的来源是蜂蜜 是不是真的像黑糖啊 蜂蜜啊这些 它就确实是可以放心的去吃呢 最近真的也好多 这几年一直都是 因为大家好怕那个 好怕那个果糖 所以海糖饮料店 就用各种的 所谓的天然糖 然后也有人有去买过 他就跟我说 我们这个用的是蜂糖 不是果糖 它比较不甜哦 然后我心里想 嗯 你在讲什么 不太懂 因为蜂糖就是我们一般的糖 那黑糖也是蜂糖 各种糖 白糖什么都是蜂糖 但它如果比较不甜 那不就要加更多 它才会甜吗 所以这个矛盾的关系 我们就觉得有点头痛 那回到蜂蜜跟黑糖 这件事来讲 基本上哦 他们都还是糖 简单来说 那其实他们一样是提供 就是一克四卡的热量 然后一样是提供 他们吃到身体里面 一样会造成血糖 剧烈的波动 对 所以对于 我们要每日摄取的这个糖 我们刚好像有提到说 WHO 我忘记我们提过 WHO建议每天健康的糖 吃糖的上限是25克 每个人25克 其实买了 非常容易达到 很容易就到了 我们有时候喝一杯东西 喝一杯不管是饮料 或者去买一个什么 对 就算去便利潮商 买一个东西一下就超过 这个是针对于添加糖 就是你水果里面的糖是不算 就是你吃原始物的糖是不算 那这些蜂蜜啊黑糖啊 它其实我们在吃的时候 是用来调味的 不管是我喝蜂蜜柠檬 还是黑糖牛奶 它也都是添加进去的 像这样子的添加糖 都算在不建议合吃的糖里面 所以呢 不要因为觉得它比较健康 所以 建量吃 大吃特吃 对这样子 建量就是不行 你要把它算在一般的 这个添加糖的分量里面 对 好 但是我后来就说 我自己比较减糖 比较不吃糖以后 我是有发觉 很多的料理 其实它里面有很明显的甜味 当然就是我的 还是很爱吃甜的朋友 他们是没有感受到 但是我觉得我的舌头 好像变得很挑剔 就马上就吃出 这里面有很多的甜味 而我们在杂志里面 也有 看见杂志里面 也有提到说 哪一些料理 其实它的含糖量 是很高的 对不对 是啊 大家可以想象 就是糖醋嘛 糖醋一定 糖醋一定是 蜜汁 一定也是有糖 蜜汁 红烧烧烧 酸辣 其实里面 其实也不需要加到糖 因为 因为它的太酸 就是味道太酸 太辣 你要去调和那个味道 让它变得 没这么 就是呛的时候 就是需要用到 糖去调 所以 像这样子的食物 那如果是西式的 像红酱 白酱 青酱 韩式烤肉 这种糖 其实也都下得很重 没错 所以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在吃的时候 当然你的饮 就是你从这个料理当中 摄取的糖 可能没有 韩糖饮料这么多 就是绝对一次 不会吃那么多 因为毕竟它是调味 但是还是建议说 这种比较浓稠的羹汤 或者是浓汤 或者是卤汁 这种比较浓稠的东西 你就是尽量少吃 就还是吃比较清汤 这种的东西 因为你这个浓汤 这种的料理里面 它可能不只有汤 多的问题 它还有各种调味料 它也很高 油也很高 或是其他各种的 重口味的调味料 它其实都是 会一起影响身体健康的 慧淳听你这样讲 我才突然想到 我们在料理的时候 其实好多时候都加糖 像我自己做卤菜的时候 做红烧牛肉 做什么 韩国泡菜 都是会加很多的糖 而且是一种顺手就加了 你加的时候 你自己根本没有意识到说 我刚才加了糖吗 可是你就加了 所以这个真的是 不能不警惕的事情 所以它那个酱 酱少用 就是说我们可以吃那个料 但是你这样不要 不要拿来拌饭就对 尽量啦 但是你可以拌一点啦 如果是口味需求 拌一点 但是不要就是整个 吃太多这样 就可以减少糖的摄取 对 是 但是如果 我们还是需要一些 甜味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转换用 其他的天然食材的甜味呢 是啊 其实像我们 像很多人做那个蛋饱饭 上面会有那个番茄嘛 对不对 对 番茄的部分 它那个或者是茄汁什么饭 它会用番茄 那很多人都会直接用番茄酱 因为番茄酱比较方便嘛 对啊 但其实番茄酱里面的糖 其实也下得很重 所以呢 会建议说像这样子 番茄的部分 那你就用完熟度比较高的 比较熟的番茄 那这样第一个比较容易煮烂 第二个比较熟的番茄 它也比较甜嘛 然后再来就是洋葱啊 红枣啊 这种枸杞 桂圆 凤梨 柳橙 这种就是本身带有甜味的东西 入菜 这样子可以减少糖的用量 然后有人会说苹果也蛮好的 像我们去煮咖喱的时候 那个多加一点苹果 它其实 它的那个咖喱也会比较甜 就不需要加太多的 这个糖 对 大概就是简单来说 就是用天然的食物里面的甜味 去减少糖的用量 好 今天呢 我们非常谢谢慧纯 为我们带来了这个非常重要的资讯 就是先吓了我们一下 然后再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做 才最健康 我们这一期的康健杂志呢 封面故事是糖毒 揭开糖的甜蜜陷阱 我们非常谢谢慧纯 谢谢你 好的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 徐佳寅所演唱的糖果粉碎者 感谢你搭乘两个小时的幸福 好列车 祝您心中甜蜜蜜 嘴上导吃糖 我们下礼拜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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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爱我的大妈人呀 你冬天蒙着电话 怎么你不是用她童话 那红色的绿色的又是什么